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手相的一些案例啊 这个手掌呢就是锁链纹比较严重啊 锁链纹 所谓的锁链纹呢就是这个 智慧线跟生命线的这个起始端啊 黏在一起 很长的一条 黏在了一起 黏在一起之后又有这种锁链的纹路 那么说明啊 性格比较内向啊 那么思想和这个成熟度不够 魄力不够 闯荡这个劲呢不足啊 这里呢做事偏犹豫 偏这个顾虑比较多 所以初期啊很难成大业啊 容易措施一些良机 30岁之前呢都是不太理想啊 主纹路清晰有力啊 个人能力不错 后期的运势啊会加强啊 因为性格问题呢 婚姻方面可能会偏晚 27、8呢 就是大概就是27、8 属于这种晚婚的状态啊 27、8才能找到正渊啊 川自长啊 我们就不用讲了 川自长是重视野啊 这个感情方面是有点这个 稍微差一点的啊 我们讲不讲川自长的 我们讲一个这个啊 这个稳度 凡是天宫啊 冲克财宫啊 初期的运势都不太好啊 就是财运会非常的受影响啊 受影响 波折 阻碍比较多啊 那么这个财线呢 折断 而且呢 起伏 你看这个财线 这个财线呢 其实就是这个 相当于这个金星带一样啊 它是包裹着这个手指的根部 那么如果是有起伏不定 或者断断续续的话 那么就是 看三十岁之前呢 就是 配合这个 一起看的话 三十岁之前 发展都不够理想啊 需要 这个失业运势啊 需要到三十岁之后 我们再看一个啊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 面相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 片头片尾啊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 这个是机遇纹啊 机遇纹 红色的这个两条 是机遇纹 在无名指下方啊 表示三十岁左右啊 可以获得机遇 这个三十岁左右 是从哪里判断的啊 从这个赶金线的走势 这个是 这个从年龄 从这里到这里啊 这就是代表晚年 这个就是代表三十岁左右 这个是 这个成年之前啊 那么蓝色的纹路 就是财运线啊 就像之前讲的 这个金星带一样 只不过这个财运线比较短的而已啊 跟机遇纹 相交合 说明啊 机遇 这个机遇呢 是可以让你的财运更加旺盛 这种天文的尾部交合 所形成 人文 交合到这个人文的位置 容易因为感情的问题 而影响事也破财 这个是 因为这个地方冲破了财空啊 这个感情线 天文这个位置 好了 有关这个纹路呢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啊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 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第一多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